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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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特殊的意義來講 我們大概可以反映在我們的經濟宿 經濟宿的工作 台灣還是我們最高的 以作為單位的納稅所提供384萬一年 今年 然後最低的5% 納稅所的意思說的是1萬塊 384萬出於5萬塊是79倍 就是屏幕差跡越來越大 就是特殊利益的結果 就是會讓有錢的人往那邊 然後沒有錢的人提供在5萬以下 那台灣怎麼辦 我們接下來要請一位非常盡量的 尤其 大家 大概是看我剛才的文章 我剛才的張先生 他大概 他這個政治方面我們要來看 這個條例的程序 是不是要跟中國的利益 站在一起 還是另外其他道路可以做選擇 他待會兒會有非常精彩的論述 我們現在來看你們的資料 謝謝郭老師 還有三位學長前輩 還有各位大家 覺得我應該也是台灣制度的制度的人 應該給光了台灣制度 那 我覺得民營學長這邊的光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對我們以及現在台灣都處境非常重要 那我之前沒有剛才投入過這個問題 可是看法我想大家都蠻接近的 而且我想到我10年前 真的是2001年 10年 真的10年前 我在報告寫過一個文章 我那個文章是這樣開頭的 我說 有一個國家他的經濟 一個小國家他的經濟 越來越受另外一個大國家的簽證 因為 一個小國家經濟 甚至受一個大國家的依賴 我說哪一個國家 是墨西哥跟美國 這個是 我顧北國政治學術他們做的一個研究 就是墨西哥因為太一樣的美國 所以造成的可能華盛頓的影響 比墨西哥更影響 墨西哥的經濟 那那時候我當時想到 台灣正在面臨這個巨大的轉變 那是2001年嘛 台灣已經開始 就經濟越來越依賴中國了 那我接下來有想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從我自己學的政治學 也發現就是說 全球化 自由貿易一定會改變國內的 重新的政治跟社會分配 結果全世界都一樣 但是台灣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台灣不是全球化或是中國化 就經濟照理說大家 每一個地方都面對的難題 就是全球化會造成新的贏家跟輸家 通常不要 可是台灣複雜就是說 因為這個全球化主要 跟過去的政治上 大部分是依賴中國市場 所以這個傳統的統一律場 會有進行新的一個重疊 或者切割或者扭轉 這就是剛剛有您提到的 那麼那時候也預測說 我相信 就是說 過去傳統的 以族群跟任同為主的 營臺綠場 應該會有一個新的轉變 就轉變 官主席跟我們 譬如說 過去可能是比較綠的 假設他是一個 企業家的財團 他可能在新的兩岸中合力 他可能在半岸中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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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他希望兩岸更開放 有這個可能 反過來說另一面 過去可能是譬如說 很多的農業縣國民黨的影響 因為包括派遣的地方影響 是支持藍的 在九十一代以前 但是可能因為成為新的 藍關係下的受害者 所以購買轉換綠的 那看起來這個分析到目前 是有點正直 包括說大家也知道 現在台灣這幾年 所謂的藍綠北藍的現況 就是好像現在大家說 其實很多年輕人 或者發展會故意說 什麼 你看民黨的基礎 都是農業縣 好像都是比較農民 那什麼都市 其實中央的基礎都是支持藍綠 我說你不要管錯 這是現在的情況 當你可能是這樣 其實早期 都會很清楚 八年九年代的時候 大的農業縣行 所以國民黨會派遣 控制農會 反正民進黨很多選舉的基礎 都是在沽沛 現在台北沽沛 因為有些高知識分子 支持這些 有明明的人 那這是因為 過去我剛剛提到 是因為我們都提到 因為經濟社會轉變 使得台灣兩個政黨的社會基礎 重新分配 那這個是現實 那的確 最近我們一個 在中央那裡 都用社會學組的一個朋友 游鎮宏 也用統計資料 的確做出來這個結果 就是現在來民 越來越清楚的 階級的這個社會基礎 過去還會很明顯 過去我們非常不足以 就是 比較有足球國家認同 作為主要的分析 那好像階級 差不多太多 但是我剛剛提到 這十年 一定很清楚的結果 就是 民進黨的階級基礎 越來越 功能 就比較衝下階層 那這個原因 剛才大家也講到 問題 我覺得就是要問的是說 民進黨 永遠知道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 自己要面對的一個挑戰 就是小英主席提到說 要從中間騙主 可是說實話 我覺得我們還是 很多期待的空間 很多政策 還不是很清楚 我覺得民進黨自己 也限於這樣一個困境之中 到底能再提出 更對台灣人民有利的政策 譬如說我們希望能夠比較好的福利政策 希望好的助財政策 好的教育政策 真的是讓我們能夠拿來的離開 可能比較幸福 我覺得這個第一點是 包括最近的這個分區代表 其實蠻多 我們民進黨的朋友都有點失望 我們希望很多不是政治 能夠有更多是大陸社會的意見 我覺得重點一樣 必須更知道 但我剛才讀了一個研究 就是另外這個影片 也是我們一個沒有前輩 做研究 發現 不然我們就說獨立雄名當中 也有一半的人認為 他們是兩個經濟的受害者 這些人其實民進黨潛在的 可以爭取對象 所以我們呢 希望民進黨可以更透過一個 真的是比較紮實的作用 這也是支付在做很多 台灣支付做很多 社會福利的研究 我們希望說這個是 他未來要面臨的最重大的一個考驗 那 第二點 其實我現在對永明這個法 留一點點 想要請教大家 等一下請大家說一下 他說關心在於 國民黨主政下台的關係 已經不是統讀學的問題 而是人與很有的特殊的關係 但我覺得好像 統讀學的台詞 台詞的存在 都並不是一定沒有的 我覺得不取代 或是 但是有更複雜的方向 包括你剛才也提到 一個比較再次呼發問題 統讀或任同 好像其實還是個 蠻關鍵的問題 那第三部分 我又透過自己的架構 來講 就是 這個可能剛才大家有稍微提到的 我覺得是民主原則的問題 民主監督問題 就是 2008年國民黨上台之後 大家知道 開始推動所謂的 國共平台 不管是在中國 在台灣 開很多會議 每次在中國開會議 就很多國民黨 帶來很多參與 這個票去開會 反思毅然 我們剛才也提到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 太方的一個景象 就是一個中國的一個小省長來 然後 那些國民黨的官員 跟那些財團 就 每個都其他司法 其實八點上 人家的大腿 真的是盡到可決 這個 我覺得 違反民主原則 是因為 在一個民主國家 因為戰黨去推動政黨外交 當然沒有問題 國民黨要跟哪個政黨外交 都沒有問題 去拉關係 這很好 可是今天他們是去做決策 抵他們去做決策 對不對 國共平台去簽組協議 那這個協議 有的代表台灣有的 後來的也不會是有的沒有 所以在死亡兩三協議之間 其實是規避了國會的審查 所以這個是完全的 違反民主的原則 而且在那個過程中呢 我們看到國民黨非常心急 要去跟中共共產黨去 跑樂去協商 然後去協商 協商很少發生的 一個台灣內部 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力量 去做國民的協商 我覺得這個也是違反民主的原則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以前沒有沒關係 大家都在台灣 我們好好要討論 我們的共識 我們的中國應該要什麼政策 因為它不然有時間 隨便民間對話 隨便反對反民對話 這個是一個民主國家 應該有機會的原因 可是國民黨不為之道 我其實上禮拜 聽到國民黨以前 大陸事務委員 有張國務公 他答案很簡單 他說 因為林曼寧 我們得到了政權 這個大陸事務委員 他沒有錯 就是選舉主義的一個正當性 所以上來 重來跑下來 可是這個是很膚淺的民主理念 民主不是只有說四年選一次 民主其實是平常的 國會的監督啊 或者為什麼要推公投 就是代議民主委 他不足的地方 因為這個我們選出來 這個總統 他可能因為不同的力量當上 因為你要剛好一起往當上 但平常的其實還是要很多公民的參與跟實踐 內部的對話 就是說 我一般年剛好當總統 這事情的民主律委員 我去積極營造更多台灣內部的共識 所以這個是非常暴漫的態度 所以說 他說我們司令拿到決定 他不小心 司令幫我們選下來 我就說我不對 所以根本到今天 有一個文章說 共同民主的重要性 因為民主其實是一種 不想生活的實踐 不想生活的實踐 不是說四年選一次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就是這個 國務品牌是 我對民主民主的違背 那第二個 你剛剛其實也 我剛剛也提到了 就是這個 新的這個決策 不只是國民黨的共產黨 其實是一個跨海峽 政政聯絡的一個結論 而且這個結論 不只是排除一個 我們要排除大部分的一個社會 是誰 包括我們 所以我們剛剛知道 很多的決策 這種國民黨 都是國民黨跟總統國民黨的官員 跟他們周圍相關的一致的人 在做決策 但是另外一致的人 你當個國民 所以一致的人 幾乎都被排除在這個體制外 我覺得 國務大民黨的少數 這個都在很多縣 可是 一個民主在請 當然不會 多數分農少數 你都會怕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覺得更 尼普的例子是 譬如說 我們都知道 江炳慧 江炳慧 在總統的利益 這個就是有民黨 最高層的特殊利益 沒有一個民主黨會有這種事情 一個負責跟對外協商的人 他的家人 在利害國家有一個意義 所以他們變成是用私人的利益 來綁架他有一個整體的利益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完全 違背民主人的事情 那這個是我 我先冒到這邊 因為我變不方向 要留後面兩分鐘講 OK 謝謝 好的 好 這個是 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